赌神发歌从香港隐退,在澳门化名十一间享受低调生活。 国际洗钱集团DOA在世界频频得手,这次他们又把手伸向了中国澳门。 色诱、威逼、绑架种种手段齐出,两股顶尖势力在澳门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。 今天木卫就给大家讲一部动作喜剧电影《澳门风云》。 这天一个叫奔驰哥的人收到一封请柬,原来这个奔驰哥曾经救过一个人,那就是人称魔术快手十一间。 他邀请这个恩人来参加自己的生日晚会,奔驰哥就带上了儿子阿冷和侄子阿牛一起来到了澳门。 生日会上,尖哥的女儿阿采看上了奔驰哥的儿子阿冷,主动过去搭讪了一下,没想到阿冷是个木头。 奔驰哥一看立马安排了个抽奖,给阿冷抽到一个大熊玩偶,让他去讨女儿的欢心,但没想到这个木头把熊带回家了。 画面转到DOA总部,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大佬齐聚这里,他们在一个密闭的会议室里介绍着那个特殊的业务。 警方已经追击了他们四年,他们每一次的洗钱操作都不一样,而且做得滴水不漏,从来没有被抓到把柄,除非有人能在现场把他们的犯罪证据录下来。 现场阿龙就是这样一个警方卧底,他装了一只假眼正偷偷地录着DOA的犯罪证据。 本以为一切顺利进行中,没想到还是暴露了,危机之中,阿龙纵身一跃从高楼跳了出去。 逃出来的阿龙躲到同父异母的弟弟阿冷的家里,他把这个假眼藏进玩具熊后逃走了。 就在自以为安全的时候,一辆车向他冲来把他给撞死了。 次日,尖阁被他的警方朋友邀请到一个废弃建筑的楼顶,警方希望尖阁可以协助警方击倒DOA。 但是尖阁好不容易退休,不想惹麻烦。 回到家,见阿冷带着娃娃在门口,以为他开了窍就把他接的进去。 可不一会儿DOA的boss高先生带着人闯入了尖阁的家里,表示对尖阁的赌数十分感兴趣。 强势邀请他参加慈善晚宴,尖阁知道他肯定是绕不开这个DOA了。 宴会上两人名争暗斗,排桌上赌了数十把都未分胜负。 最后他发现这是敌人要把他拖在这里,好让人对付家里的阿采和阿冷。 这逼得尖阁使出了绝招,略胜了高先生一线。 回到家中,尖阁发现家里被人闯入。 从阿冷的嘴里得知,这个熊玩具有个假眼。 阿采为了保护证据被DOA的人打成了重伤,奔驰哥也被对方绑架。 面对敌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,愤怒的奸哥决定协助警方击垮DOA。 这边,高先生怀疑身边的女秘书洛欣也是卧底,于是约他来到私人场合,还在酒里下了迷药。 正打算对他不利,幸好奸哥及时赶到救走了洛欣。 车上药效发作的洛欣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,对奸哥做了很多不顾身份的事情。 好在救援人员及时赶到,不然后果可不堪设想。 回去后,奸哥想找人潜入DOA下场会议中,却没想到被自己的徒弟背叛,遭到绑架。 他被押到了会议现场,发现女儿被关在一个密室里。 高先生告诉他,桌上有两张纸牌,两张数字相加就是密室的密码。 你摸对了,可以救你女儿。 错了,密室就会释放毒气。 没想到七日江湖的玩笑,今日居然成了决定女儿生死的手段。 他认真地摸着牌,时间一点点流逝,但是奸哥还是不敢确定点数。 在最后的时刻,他放手一搏,没想到他真的赌对了。 就在众人惊讶时,突然停电了,漆黑的会场上发生了混乱的枪战。 阿冷和阿彩逃出后,洛欣也带着警方赶了过来。 会场中间隔一手飞排绝技,力压持枪的高先生。 最后,洛欣带人赶到双方一起,彻底粉碎了DOA。 疫情之下偏荒来袭,闲暇看看这种动作喜剧也是不错的。 木卫说电影,每天陪伴你。 我是木卫,咱们下期再见。